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是一個四分之一圓 大的這個是四分之一圓 這小的話是一個半圓 我沒有畫正確 這個半圓的話 跟這個四分之一圓 切與Cd這一點 所以事實上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半徑 這個是半徑 應該是這樣畫才對 這樣下來的話是切與這一點 切與這一點 好 那這個四分之一圓的話 對稱與什麼呢? 這個是半圓的圓形 這個我們叫做O' O' 然後這四分之一圓的話 對稱與這個O' 好 那現在他說 這個半圓 它直徑是等於10跟3 那半徑的話 當然就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5跟3 那現在他要求O' O' O'就是這個四分之一圓的半徑 那這半徑怎麼求呢? 半徑我就求那個OP OP也是半徑 OP等於O' 那我現在把P這一點 座標把它找出來 座標把它找出來 怎麼看 首先 這個位置是多少呢? 這個位置是等於那個 5跟3 就是小的半圓的半徑 這個是5跟3 這5跟3 那一個座標的話 就是5跟3 扣掉什麼呢? 扣掉5跟3 除以跟2 所以P這一點 它的一個座標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5跟3 5跟3 減到多少? 減到這一半 這一半就是 5跟3 除以跟2 除以跟2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是等於這個乘以跟2 就是5跟3 除以跟2 這是P點的座標 那外座標呢? 外座標就是這個 這個是5跟3 5跟3加上這一段 就是5跟3 加上這一段 這一段的話就是5跟3 乘以跟2分之1 就是5跟3 除以跟2 就是除以跟2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OP OP 這個長度 就等於多少呢? 我可以把5跟3抽出來 就5跟3抽出來 然後跟到多少呢? X X就是 1 減掉跟2分之1 的平方 然後呢? 然後呢? 再加 這5跟3 已經抽出去了 再加多少呢? 1加 更號2分之1的平方 這個就多少? 這個交叉項就消掉了 就是 根號2 就是根號2 2AB 2AB乘起來就是根號2 這-根號2跟-根號2 這-根號2跟-根號2就消掉了 所以剩下這裡有個1平方 這1平方 這2倍的1平方 這多少? 這裡有根號2的平方 這有根號2的平方 這有根號2的平方 根號2的平方 就是2分之1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就是2乘以多少? 2分之3 所以這是等於3 所以這裡面就是根號3 也就是說 這是5根號3 那乘以根號3 所以這是15 這個實際上就是半徑 所以OP等於OA 這也是等於OA 所以OA等於15 所以答案是15